背著書包的女學生 騎腳踏車在路口轉彎 結果一旁的大型連接車 也突然右轉 當場念過女學生 從另一個角度看更明顯 連接車右轉時 一次視線死角 先碰撞到來不及閃避的女學生 女學生隨即被車頭推進車底 左腳被壓在百斤重的車輪底下 痛得當場哀嚎 目擊民眾趕緊報案 但連接車重重壓著女學生的腳 根本無法移動 幸好當時剛好有堆高機路過 熱心駕駛當場用堆高機 幫忙救人 對高機將連接車車頭抬起 民眾和救護人員合力幫忙 總算將車輪底下的女學生 給救出來 但女學生送醫後 左大腿又開放性骨折 兩部車都是執行 連接車要右轉上 頭橋公園區路橋 因為車子有內輪差 是發生交通事故 解冒調查 連接車駕駛沒有酒駕情形 但因為轉彎時有內輪差 加上視線死腳 才會撞上當時放學騎車回家的國中女學生 但女學生被連接車壓倒在地 還好有堆高機剛好經過 隔壁的輪胎行業者 也熱心加入救援 讓車輪底下的女學生 及時被拉出車底 沒讓傷勢更加嚴重 接著後果溫馳照顧 下一段報導 中天電視全新製作強黨大戲 美好年代